大家好 我是徐晓东 今年是2020年3月10号 礼拜二晚上9点48 我刚刚做的是直播 但是直播不行 还是不行 不好意思啊 因为在北京这直播太他妈卡 完了不行这流量 我只能是看油管啊什么的 但是直播特别麻烦 所以今天改成录播 不好意思 今天改成录播 完了之后 一样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去扫支付二维码 完了支付宝微信 大家要觉得耽误时间 不好意思 你们截个图 拿手机咔嚓找个相 再资助呢也不迟 谢谢 好 今天啊 我得说两件事 首先呢就是 我要移民这个呢 拍的不错 我要声明几个事 就是移民这个呢 还有继续一直不火能停 美国我已经昨晚四了 加拿大也昨晚一了 我明天吧 明后天就发加拿大的一 美国四呢 过两天发 之后美国五 我最后一篇也要做 那么美国四就开始要有一些 美国的一些不好的经历和不足 大家要小心的事 给大家去说 最近几期呢 大家老说这个怎么黑过去 黑过去的 还是那句话 尊敬守法 我不提上黑 但是我一定要把怎么去美国的一些的 不管是合法不合法的一些 很多人的经历 我都要跟大家分享 我只是分享 绝对不会煽动 或者是让大家做什么 完了 很多人说 东哥 我这一二百万人民币能去美国吗 我说过了 我得有二十多个国家的移民 有很多国家更适合你们 就有的人适合去美国 有的人就不适合去其他国家 有很多国家 大家别着急 好了 今天咱们言归正传 说几件事 其实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 最近呢 就是这个风向又有点变 什么变 就是又骂我的 我说骂吧 无所谓 这个骂东哥的多了 这不过张伟丽 刚拿了一个UFC的未免冠军吗 完了之后 东哥说祝贺张伟丽夺冠 同时我认为强安娜也适合得这个冠军 我的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判给乔安娜拿这个冠军也没问题 就很多人来骂我 完了我就很纳闷 就你帮这边傻逼 哎 中国MMA我是最早做的 我 没有之一了啊 有之一的那就是柔术啊 真的能打的 第一场比赛是我跟毕斯安 毕斯安是张铁拳的师傅 张铁拳是李锦亮的师傅 你们自己查 明白了吗 2003年 在西城 在海淀区的西局 在那边打的 都有 你们查 行了 咱们继续 就是我认为 乔安娜也可以拿这个冠军 但是呢 我认为就是白大拿为了开拓东方市场 整个亚洲有很多高水平的选手 但是呢 就缺少一个冠军 那么在中国站立起一个女子冠军 又不是男的 因为男的最重要的嘛 但是咱们男的确实也不行 所以站立一个女子冠军 又开过亚洲的市场 有一个黄种人拿冠军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因为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黄种人 对吧 所以白大拿这个做法没错 另外在家里有主角光环 张伟丽确实是未免冠军 他有主角光环 所以在比分特别接近的情况下 最后有一个感情的牌 打了给张伟丽 这个没问题的 徐晓东是站在一个最中立的 搏击的点评人的基础上 而不是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美国人 我这人那人的 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所以现在很多攻击我的人呢 都是民族主义 你看你徐晓东 你又开始你算个屁啊 你什么都不算 你打过吗 你知道那的 你是不配说这个 任何人都可以说 包括你们骂我的 但是说归说 有一句话就是 你得有驴 有理有据 你得他妈有实力说这东西 或者有证据说 我的证据都摆在这儿了 我就告诉大家了 好吧 所以大部分骂 骂我的是没看过了 整场的比赛的 这第一 第二就是看搏击比赛 不超过三年的人 就骂我 一般的资深的选手 差不多的 至少得有一半以上 都认为我的说的是对的 就这么简单 完了之后 紧接着就不管 现在你看 现在中国很多 这疫情 很多人都是 弄不了比赛 一帮人 包括那个 那什么 一驴吧 一龙对不起啊 说秃鲁了 什么弄不了比赛 只能上网直播吧 就直吧 你直播你吧 得得得得聊聊 嗨一下啊 聊李景亮 被人家损一顿 你说聊徐晓东吧 就觉得徐晓东不够格 别聊 我也觉得啊 徐晓东 我跟一龙 你们俩 我咱们俩 不是一个档次 我再说一遍 不一个档次吧 一龙 你的脑里呢 除了屎就是打拳 我的脑子里呢 除了吃点屎 打拳 还有人生观 价值观 还有世界观 我有很多的观 我操 我睁开眼看世界 我是真的 我知道这怎么回事 我知道这怎么回事 一龙那傻逼呢 还是不服来碰碰 就还是那种脑子呢 你知道吗 所以一龙 我跟你不带一个档次 你也不用提我啊 谢谢 好了之后 还有其他人 有这个哪个的聊 都上 你看好多人呢 都上网络直播了 网络直播会火 为什么 大家没得事干 都出去不了 只能网络直播 那说什么呀 很多练武的人 只是拿许晓东说热度 说吧 你们说我 你们也知道为什么 蹭就蹭 没关系 谁让我那么牛逼呢 对吧 随便 但是呢 还那句话 就是让雷雷这种傻逼啊 就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了 就是 现在 许晓东跟雷雷这种人比 许晓东是在国内被封 但老百姓都知道我做的对 国外都赞同我 雷雷呢 是在他们国内是挨骂 在国外也挨骂 只不过呀 现在呢 被某些傻逼的傻逼的部门庇护着 让他还能说话 再过五年十年以后 徐晓东永远被大家认为是对的 支持的 我大家就全世界都特别认为对的 五年十年以后都得支持 雷雷是全世界的骂 赵死了吗 这傻逼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 所以我根本就不在乎 随便 好了 也有好多人说 徐晓东 我挑战你这那的 打 打 没问题 你给钱咱就打 我不是什么爱国人 我不是什么爱国者 我就为了钱打 咱说实话 对吧 我再说一遍 所有的现在的职业选手 人家拿着国旗来回忽悠着赢的 还这句话 人家主要是为了钱 弄点国旗忽悠忽悠呢 就很多的群众可以上去 去围观去加油 对吧 这都没问题 我直接两道 我都不拿国旗 我不配 行吧 我就拿钱就行 这就是我跟他们的区别 其实这个是东哥牢骚一下 就是最近网上那么多人 又开始黑我吗 来 继续别停 就这样 牛逼呗 好了咱们继续 今天说两个事 一个呢 是由我哥们的一个遭遇 我给大家说 说完之后 给大家呢 也提个醒 有些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意大利的问题 现在我看 我看什么 我看好多媒体啊 说意大利不行了 意大利爆发了 意大利完蛋了 意大利封国了 意大利乱了 这个那个的 反正我跟 我呢就马上联系了 几位意大利的朋友 完了把实情呢 给大家都说了 那我先说这意大利的事吧 先说这意大利的事 你这样啊 小东 你这样 东哥 您这样 我现在呢 电话现在 恐怕要没电了 现在我刚才给你发视频 就是现实了 就是我在这呢 我在这 我遛狗呢 我在狗的公园 一切 一切都是 很正常 很平常 只是街上人少了 什么的 十枪 坦克 都是瞎逼逼 当我一会儿 我给你组了一下语言 我们不能跟马上这么说 知道吗 对吧 都正常 全都正常 这是意大利的一个 受影的老哥 他也看我油管 我过两天就能看见这个 他给我发的一些视频 现在来车了 现在来车了 看到没有 现在不仅仅是封城 而是封国 因为现在你看 这里是 我看红绿灯在那 现在是有红灯 红灯看到了吗 有红灯 哎 这哥哥发了好多呢 啊 就这个哥 信号不好 不好意思啊 他妈的 外飞呢 东哥就说这点点了 我跟你发 让你看看街景 那是我家狗 看到没有 我就跟大家证明一下 就是意大利确实是封国 是昨天晚上十点 意大利总统宣布 总理宣布的 那么说了封国 我还问呢 怎么怎么个封法啊 就是满大街呢 宣传一下 在各个小区呢 宣传一下 大家呢 要多注意 勤洗手 少出门 别再感染这个 我说那不是封小区 乱一八糟 对得封死了呀 完了之后 人说没有这个 啊 有警察在小区 门口会 会劝你 但是呢 没有任何的说 意大利 没有任何的说 你给我进去 不进去 怎么着的 我呢 我是这个人吗 都啊 我这找了好几个 意大利的朋友 意大利 意大利这了 大家都可以听一听 但是他们的这个 东哥你好 那个 但是他们的这个 封国封城 跟中国的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 就是因为 所谓的民主 自由国家嘛 他不可能对人生 自由 有干涉 他也只能建议 就是 劝谐每个人 都待在家里面 现在有些小区 有些小镇 也有这个警察 在 在放喇叭 但是他不可能 像中国说 你每个人给我 待在家里面 不准下楼 下楼就 恶语相向 对你 不戴口罩 就打你 但是在现在 在目前为止 在街上 大部分意大利人 还是没有口罩 不戴口罩 他们不戴 我身边的朋友 意大利朋友 他们都 不屑于戴这个口罩 这是人的一种 不知道怎么说 他们就是比较鄙视 然后他们想戴 现在也戴不了 因为之前全部 大部分都资源中国了 都资源诸国了 不是资源 都被老百姓给买完了 这个军车 大家看一下 OK 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呢 说这个军车 是意大利满国跑吗 不是 在意大利的一个城镇 那边附近的一个监狱 有犯人越狱了 所以在那个城镇呢 变成了紧急状态 完了越狱了很多人 还死了一些人 死了应该是五个到六个 这是意大利电视台的报道 不是国内一些傻逼的报道 不是啊 完成之后 所以那里是建成了紧急状态 那么在意大利的主要的地方 像米兰什么的 他所谓的封城呢 只是说在一些警察 在街道上劝阻 小区在门口呢 一些劝阻 但是我问 有没有出书证啊 良民证什么的 人说可能有的地方 会有一个登记 但是很多的小区是没有的 那么 那哥们也说 不知道为什么意大利这么宽松 我老说这句话 这就是 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体制不一样 人家是自由民主社会 老百姓说了算 人家老百姓说 不能这么封 那就不应该这么封 咱们这边呢 是专制体制 领导说了算 人家说封 就得封 所以你说 疫情控制的好吗 那肯定咱们这边更好一些 但是 我说了 建立在一个失去人权的基础上 这是我一定要说这句话 那边呢 是失控了 不好这个那的 是建立在什么民主的基础上 但是我再说一遍 这两个共同点是 都是他妈的病毒 是一模一样的病毒 对吗 这边是好不了 为什么呀 没他妈疫苗 那边也好不了 也没他妈疫苗 什么意思 我认为就是到了五月份 都基本没事了 东哥至此视频为证 留在这 大家咱们看 静待 五月份就完事了 就完事了 你们说啊 我们没事了 这个美国起来 意大利起来了 全起来了 五月份都没事了 这病毒就是这样 你们看吧 就是从远古时代开始 各种各样的病毒 过了一段就消失了 就是这样 没有说你永远就让你死人的 没有没有 所以大可不必慌张 大可不必大家紧张 而且也不要胡说八道 意大利 首先超市东西还很多 人老哥说了 抢东西的大部分都是华人 意大利的当地老百姓不怎么抢 啊 华人抢 有人对华人是仇视 有吗 有个别的 有 活该 谁让你病毒出来的 你又不道歉 这实话 我老说这句话 楼上发大水 把你们家发了 楼上自己雇完了之后 都不搭理你 你他妈来一句 哎 我们家都被你淹了 你怎么回事啊 人家说 他被淹不淹 你的防控不利 活逼该 我他妈得打压 打嘴巴 抽他们楼上的 明白了吧 就这个道理 所以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意大利没那么可怕 知道了吗 没那么可怕 五月份都该完事完事 人意大利人民都不怎么戴口罩 当然了 我一琢磨也是 没那么可照可待 全他妈的被中国人买走了 都被中国人买走了 哎 说说扫码 我刚知道 我操 这个月他妈的没啥收入了 我操 还有好几个黄彪的那视频 得 就歇逼了 没广告 很多人说 东哥看不上你广告了 我完蛋 没广告了 操 没有点击量了 麻烦了 所以只能扫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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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图 那么东哥那么快 你截个图不就完了吗 笨 第二个开始 第二个事啊 是我一个好哥们 亲身的事 我把这事给大家叙述出来 只好跟大家说要注意几个 这件事呢 国内的老百姓要看 就这件事对国内老百姓很重要 好 开始 我们这哥们住丰台 前一阵 他这个妈妈查出来了癌症晚期 虽然是晚期也得治啊 对 正月十五 这哥们他老爹 骑着电动三轮车 电动三轮车 在丰台路口那 带着他这个癌症晚期的妈 去丰台医院 疫情期间 车少啊 老头呢 骑着电动三轮车 闯红灯 一辆急迟来的车 呜 撞了 老太太没撞着老太太 老太太就从车上掉下来了 没事 老头给撞飞了 巴 落在地上了 落在地上之后呢 人家这司机啊 马上下车 马上查看问 老头呢 就说 没事 没事 我啊 这是我的责任 小伙子 没事 车我也不要了 我有点累 我回家休息 掺着老太太呢 就回家了 这司机啊 还特别靠谱 人家呢 说 呦 你有什么事 打电话 人家把电话 什么的 留给这老头了 老头回去了 躺在床上 开始就说胡话了 呃呃呃 就说胡话了 马上 赶快打电话 去医院 一查 颅内出血 重症 医院还不敢做手术 说 疫情之间啊 那他妈老行啊 这老爷子 马上就死了 已经他妈的 深度昏迷 就不行了 这样 马上脑袋开刀 开刀 开始急救 老头呢 还他妈有心脏病 对 吃他妈那叫什么呀 那叫 那个药 吃完之后 就是溶血的 懂的人都明白 溶血的 心脏压力就小 他妈刚吃完这个 就出这事 这他妈开炉 这血哗哗的 又给他们吓的 我们哥们赶快回去弄 老头 直误人 直误人 目前呢 是醒 但是不能说话 其实啊 你能啃 很快的好 但是呢 没上呼吸机 呼吸机哪去了 没啦 大家也知道 疫情期间太多的用了 没办法 这个可以理解 老头就等着呼吸机 应该是今天 就一个月了嘛 今天应该呼吸机就上 就增大氧力 这个老头呢 恢复的快 这老头命是救过来了 手术也算成功 这手术费就开始了 这个还有以后的钱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兄弟们 骑电动三轮车 基本上90%是没有牌的 对吧 电动车嘛 对不对 好 你们记住了 只要是电动车 是三个轮子的 就算机动车 我真不开玩笑 我这回也谱了一次法 这算机动车 所以从保险这边算 就是从交规上 那边算是 机动车闯红灯 被机动车撞 你们明白了吧 这个哥们 我这哥们就说 说小东 你以后记住了 千万别他妈骑电动三轮车 都他妈是机动车 我说那电动两轮车呢 说那个还不算 但是电动只要是三轮或四轮 全是机动车 我说满大街跑着 他们那个啊 你们也知道 能一能一杠 哎 电动车 那他们算车 那也算机动车 但有一点 你机动车呢 但不能上那个机动车道 这是交交交通规定 而且呢 你可以上牌 是三年的缓冲期 你这牌就三年 三年以后都归机动车 就不跟你上这种牌了 完之后 我说哦 我说那这老爷子钱呢 他说这个这保险公司赔 如果保险公司不赔 这个医保也不赔 我说什么意思啊 他说了交通事故 看病 医保是不赔钱的 这是在北京 也可以说全国 我跟大家赶快说一声 我们这哥们呢 打正月开始 正月十五开始 就在医院 丰台医院那边 陪着老爷子 老爷子在四层住院 他妈癌症晚期啊 在三层 他到今天都没出过医院 为什么 医院有政策 从医院出去的人 不能进来 所以他也不敢出去 哎 白天底下看看妈 上头看看爸 晚上底下看看爸 上头翻翻骂 他得请个护工 他爸二百斤 得请个护工 给他爸翻身 每半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 翻个身 翻个身 拉屎 那是拉不干净 那完了 哎呦 我们这哥们说 真是孝子 就久病床前 无孝子 我说你这一个月 你坚持下来了 牛逼 我们哥们说不容易 说首先 小东你要记住了 一定是三轮车 这东西啊 一定是机动车 千万别他妈的 骑 这第一 第二 小东 开咱们机动车的 好 这帮傻逼违装的 咱能注意啊 就注意点 能小心就小心点 撞完之后 一堆他妈的事 他妈的麻烦 我说还有什么事啊 他说小东 你记住了 像我们这个 老头子呀 怎么说呢 这是 这是 这就是撞了 撞了 如果对方责任多的话 这有可能是对方要负刑事责任 要被拘留的 我说啊 是吗 我说这个交通事故也被拘留 对 他说交通事故遇到重大事故 死人呀 或者人残疾呀 或者人什么的 赵世芳会被拘留的 我说呦 我说这又不是什么的 这刑事案件 他杀什么的 那是不行 这他们也是要拘留 拘留之后 等待法院判 还得给你判几 缓几 你要缓刑还好点 但是先开始也得拘留 我说 卧槽 我说 在这里头我也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 就是 尽量开车 隔几个 小心点 小心点 有那个真的是闯红灯的 大家一定小心点 也别说撞就撞过去了 卧槽 无所谓了 也要小心 对方开警察的呢 还是一个公务人员 是国家的公务员 人家公务员这回还真不错 完了之后又给现金 又给钱 又又又怎么着的 反正是这协商呢 这这这 我们哥们说 这确实不错 这件事 我们哥们这一个多月 没干别的 就他们在那里头了 我们哥们说 小东你知道吗 咱们呀 辛辛苦苦的 挣个一万块钱 还挺 还挺辛苦 这要是在医院 花这一万块钱 我告诉你 就是你手抖一下的事 我什么意思 签个字 哎 我们这上呼吸机啊 我们这上这个 这个进口要好 这个能救你老爷子命 好什么的 来签个字 一签字 你这一万块钱出去了 我一住院 先他妈搁九万块钱 什么别聊 你老爷子 炉内出血 先搁九万搁着 赶快取钱 我说保险公司管 对吗 不对 跟大家说一声啊 是你店付 找保险公司报销 是你店付 找保险公司报销 我说那你钱呢 我都拿着呢 我他妈现在都套着钱呢 全是他妈我们这自己钱啊 我说那我说 哥们你留好了票啊 对对对 那肯定的 哎 我们哥们说 操 你说我爸 这他妈的七十三 八十二吧 就是坎儿 对不对 我爸 他妈七十三 这一坎儿 逃得了 初一逃不了十五 操 我爸他妈十五被车撞 全他妈的点背 搁在这儿了 我们哥们是 这整整一个月 我说那一个月 你干嘛呀 我操 小冬你看我这花了 一百九十八什么的 包月啊 六十个计 八十个计 什么什么的 我操 没两天 用没了 我说你干嘛 我上午玩游戏啊 行的没事啊 用完了 我说你这真牛 我说那你这一个多月 真的挺无聊的 他说就找一个医院的脚 哎 不让出去 这样一脚能吸烟的地方 外头抽根烟 干嘛呀 看他们外头吵架 我说你看什么吵架呀 说哎 小冬你不知道 说现在疫情期间啊 除非是要命的病人 就像我爸这样的 奴隶出血 突发事故 不行要死了 必须开刀 止血 要不然就死 这人接受 一般的去 他妈你 这病那病的 什么眼角膜手术吧 这换个肝 换个肾的 什么 等 等 等 我们切个 把蓝尾巴切 那 等 等 全等着 我说是吗 说这医院都不收 谁知道他们 你有没有病啊 谁知道 十四天后 发生了什么呀 都不收 小冬 我从这回家 我换身衣服都不行 为什么 我出去就进不来了 我说啊 我这样 就是这样 我这一个月 生生在医院里 吃个辣撒 学在医院 医院有吃糖 我就吃了吃 完了吃 不行 我就叫外卖 反正我就不能出去 我说 呦 我操 哥们 真的 挺辛苦的 我说 这他妈年过得 真草赞 他说真的 我钱花了 这不说 这他妈的整个心态 整个身体 全搭在这了 全搭在这了 所以说 交通事故 猛于虎 我们哥们开车 也挺快的 后来跟我 也也指导我 说一定要小心 开车都要小心 爸妈什么的 你家老头老太太吗 都骑个电动三轮车 不快吗 说别开 这你妈开了 算机动车 早到他妈最后 还是我们责任 我们自己掏钱 多他妈咋 问题是我们责任 我们没有包围公司啊 没有包围公司 不能上医保 不是全是我们自己掏钱吗 我一听没错啊 大家明白了吧 交通事故 不能走医保 你三轮车 还算机动车 这他妈 你怎么赔钱 我们哥们还请个律师 准备还要打这个官司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你交管局 你说了 你这电动三轮车 算机动车 好啊 那你们跟我买保险啊 对吧 机动车强制险 对不对 有保险吧 第三人 第三人险 你买啊 但是国家又没有这规定了 我们买保险 对吧 所以我们这次出了事故 怎么算 你要算我们机动车 三轮车是全责 我们也算机动车的话 那好 钱给我们谁赔 办公司 没过上保险 说这个官司也可以有的打 所以就是 很多法律 还是非常混乱 还是非常混乱 有待完善 但这个期间 还真的是 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 有消息 当然这是我对我自己说的 我开车就比较猛 实话 他们都人撞我 真的 我车头车屁股 车边上全被人撞我 全人撞我啊 跟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 这 这个是 希望大家呢 因此为鉴 回去爸爸妈妈 有电动三轮车的 别骑了 真别骑了 要不然赶快上个临时牌照 上个临时牌照呢 起码还管点用 你们懂吗 听我的 上个临时牌照 不上的 万一出了事 那司机真惊 打电话报警 警察来了 判定 你这是电动三轮车 是机动车 我再说一遍啊 电动三轮车 没有牌照的是机动车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这是我哥们 我身边哥们的 亲身的体会 我们前两天 刚通完电话 他现在还在 分台医院那 看着他老爹呢 也真是孝子 整天骂骂咧咧 比我还坏 你知道吗 但是呢 爹妈出了事 真是好好的在那看着 真是孝子 长得不像孝子 长得像富儿来 是 所以 我这边也是 该帮忙的 我一定帮忙 这都不用废话 希望大家也注意 这交通法规的事 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 主要是 其实今天直播不多 我主要是分享 一个是意大利 确实是封城了 也确实有坦克 什么的 装甲车 但是那是 那个某个地方 因为有人越狱 所以呢 那边是紧急状态 但是大部分的意大利啊 该干嘛干嘛 老百姓 该开车开车 干什么的 很多警察 实勤在小区门口 对 叫劝戒 您好 希望您戴上口罩 他说 我不带 八个亚路 我就不带 就出去了 警察也没辙 警察说 您好 您这出来 来回两趟了 您今儿别出去了 安全 回去吧 我就不回去 我就不回去 我就出去 警察也没转 这个是体制不一样 我再说一遍 咱们老百姓 啊 你们不行 防疫不行 你看看 他们谁都不撩你们 这是一个生活状态 不一样 两国的体制不一样 人家是自由社会 你这是猪卷 你不能让你的眼神 看见那种 我可说的是别打 你们别 别随便说 所以今天把这事呢 给大家也说 意大利也是 疫情都会过去 全世界都会过去 你看日本韩国 日本韩国也挺紧张的 但是现在也没有封啊 我说的封是封小区啊 封小区啊 就不让老百姓出来 啊 必须得集中管制 人家也没有啊 人家说话也客客气气的 对 所以 这是体制不一样 啊 体制不一样 当然了 咱们国 肯定是咱们国家 比朝鲜强太多了 哎 这个我现在可以给咱们 平反一下 那好家伙 唯一的一例 还枪毙了 你说这怎么 但是我跟你说 同学们 我觉得这个事 应该不是真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 这就太太没有人性了 你们别把朝鲜也 说的那么不好 咱们以后好多 某某的重要的岗位的官员 还得跑到朝鲜去了 你们知道吗 对吧 全家带口的 因为那不会被敲门啊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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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对吧 完了 另外一个事就是 现在有好多人开始黑我了嘛 国内就不叫黑了 就小B了 国外也开始组团黑了 记住啊 就是有关部门的这个宣传力度是很大的 你们看网上那些水军 你们水军知道有什么人吗 太牛逼了 我说的是某些地区的某些水军啊 某些地区的某些水军啊 他们是大学生 监狱的犯人 真的 这个呢 是某些地区 我可没说哪啊 我可没说哪 我说的是某些地区 所以 你跟他们没有讲道理 说东哥不行 这件事啊 他们说的不对 我得跟他们掰吃掰吃 北京话掰吃掰吃 跟你们好好的聊聊 说说解释一下 我说兄弟 你别跟他们说 他们一天要发一万个帖 几千个帖 他一秒钟就发一个帖 一秒钟发 几秒钟发一个 什么我挡万岁啊 这个那他发 就发出去了 完了你就是 卖国贼 你就是一汉奸 你就什么我发出去了 根本就不看你回复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你们 朴口婆心 讲话 说的那些的事 跟那些人说的 那些人有可能 也是真人啊 不是机器 有的因为他不同的文字 但是你们记住了 都不会理你们的 没有回复的 没有回复再回复的 因为他们 他们根本就不想 他们发了什么 他们只是在完成 那个任务 那个任务 有可能是几分钱 可能几毛钱 在监狱里头 可能就是 连钱都没有 你们知道吗 所以大家也不用 跟那帮人较真 你们唯一要做的 就再说去你 你一臭傻逼 就骂就完了 为什么呀 骂他不是为了 让他清醒 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舒适 明白了吗 很多人说 小东不在乎 人人人 说不好听点 你们看看 哪什么人都能忍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忍的 明星急了 他妈还骂人呢 对吧 就是你该忍的时候 忍不该忍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用人 骂出去 反正骂那帮傻逼 他们也不会回复 为什么 都是傻逼 懂了吗 骂他们是为了 让自己的爽 东哥有几句名言 你们一定要 他妈记住了 记住了 就骂那帮水军五毛 不是为了让他们清醒 是为了让我自己 让咱们自己内心的愉悦 happy 我骂了你 我爽 还有东哥也是认为 就是 富长良心 有钱人还是会 善人多 穷生奸计 越穷的人 越想怎么整人 怎么害人 拿到钱 一定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都是 我说的是部分 但是这个部分 挺多的部分 挺多的部分 最起码是在咱们这个国土上 在国外 我看过那些很多流浪汉 被拿出了 被人捐助了一百美金 流浪汉考景 可能买了很多吃的 一看旁边的流浪汉又不行 马上给他们分 我都看过 但是我没说人家 我说的是咱们这 咱们这的价值观 人生观 跟人家不一样 原来老说三观 我孝东三年前 不知道他妈什么是三观 现在我知道了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是吗 大部分人都看的是 他妈的人生观 完了有点起色的 要看价值观 很少人能抬高到 看到世界观 我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 我是被人害的 害了我急了 我才 睁了一大眼睛 一看 我操 这两观过了之后 还有第三观呢 我就通关了 我就 我操 浑浦罗 我就看见了世界观 就是这意思 我只是看见了 你让我去领导 去说 没有 我没那戏 但是我是醒了 所以今天发这个视频 只是给大家提醒 完了之后 开车 大家还要小心 我开怪车 我开 但是我一定是在什么 在封闭内的马路 完了之后 开 真的是遇到一个突然出来的人 我能反快 我就反快 如果反不快 那就天意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辙 但是大家还是要开车 要小心 完了之后 祝我们这哥们 爹妈呢 一切顺利 虽然说他比较点倍吧 我操 但他会经历 这都是人的经历 都是人的经历 我呢 美国片做到四了 完了之后 我下周还要做五 因为美国片 确实很受欢迎 关键就是 其实在这个星球上 最适合人 是中国生长的第二个故乡 我觉得家乡 或者第二个地方吧 我觉得就是美国 但是这个加拿大 我已经做完了 我明天就发 加拿大这篇 做完之后 又给我一个 另外的一个感觉 我今天就可以跟大家说 如果加拿大跟美国比较的话 我学校中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想快速的去移民 加拿大是最快的 真的 而且还有好的教育 比如说你留学 比如说你让孩子上学 你在那儿陪读 陪读的时候 同时你也报一个学校 这样的话 你很容易拿那个加拿大的什么卡 这个我不是专业机构啊 你们可以去问别人 我的视频里头呢 也介绍了几个加拿大移民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问 我再说一遍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金钱关系 什么什么回扣啊 介绍一个人过多少钱 一分钱没有 这个呢 谁要害我 你们去查 自己打脸啊 好了 大家可以去咨询他们 加拿大适合留学的 适合养老 加拿大适合养老 有人说东哥 我有一颗热情的心 我特别能干 我想去奋斗 你去美国吧 东哥 我有一袋子的钱 我有钱 我呢 这个岁数呢 又是四五十岁 我想投资 你去美国吧 这就是我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留学 加拿大的学校呢 平均比美国的学校呢 要便宜 教学质量也非常好 非常好 加拿大的养老也特别好 只要你入籍 你的医疗是免费的 很多人说 东哥虽然是免费 但我知道 加拿大的医生很少 除非是救命的事 或者急诊 要不然家里的 加拿大医生 都让你回家待着 我承认是这样 但是你没发现 千百万年来 别百万 就是几千年来 咱们看 那毛子的体质 就是比咱们强啊 你们想想对不对 到现在的 人家医疗体质 也是这样 就是你真的 病的不情了 才去医院 医生接待 一般的病啊 这人都不搭理 回去自己养着吧 可是往往是这样 野蛮的生长 反而人家体质 还特别好 心态还特别好 这是为什么呀 就像坐月子嘛 这个老哥就跟我说嘛 他媳妇 在意大利生的孩子 你放心 到意大利 那个意大利移民的片 我一定要来讲 他就说 我这奇怪生的孩子呢 旁边那孕妇 我操 渴了 他妈的 大冬天的 把窗户一开 快就穿着薄薄的 沙子衣服啊 不过老冷的 从窗外 拿了冰镇的冰的水 喝 咕咕咕咕咕咕咕 完了还得搁回去 说为什么 屋里 屋里好像没有什么冰箱 什么的吧 反正不能处 这个凉的东西 我得喝凉的 我都搁外头 我操 就这样 人家在德国 我操感冒了 喝冰镇可乐 咱们到咱们这 不可以想象 但是到最后 这年 这么多年过来 你看人家体制 咱们体制 还是要操心 人家体制 一直挺好 真的 一直挺好 我为什么说 加拿大 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嘛 就是 幼儿园就认识 小学 他去的加拿大 他走的时候 我还摸他脑袋呢 亮亮 走好啊 加油啊 就这样 还不快加油了 就走走走 就那小孩吧 小逼一孩 三年他回来 操他妈 高我一头 高我一头 我就 从那 那是八 八五年吧 八几年 八五年 八六 我就他妈的记住 加拿大这三个字了 枫叶 吃的好 也便宜 完了 加拿大有一个农业的投资 你们可以去考虑考虑 对 农业的 因为加拿大 农作物少 在那做农作物呢 虽然说你比美国的 比其他国家贵 但是在超市 只要是你本国的食品的话 加拿大人还喜欢买 还喜欢买 就支持本国的农业 这个就像韩国和日本似的 尤其是韩国 你看韩国车 基本上都在韩国里头 韩国人很少买日本车 也不太多的买外国车 不太多 基本上70%都是韩国自己的车 因为我去韩国也到处见 也是这样 他们 他们就是对自己的工业很自信 而且呢 他们要为了扶植自己的工业 我吃韩国的韩牛也是 他妈的 美国牛肉很便宜的 一道韩国牛肉 七百块钱 人秘一盘 七百块钱 十二万 十二万 还有十三万十几万的 一盘牛肉 我就吃东西是小城市 特别小的城市 就吃的 人家就是保护自己的东西 这加拿大基本也是 所以 加拿大移民 其实比美国要好移 尤其是留学 比较方便 而且加拿大也是渴望人才 所以你看你们 咱们最近就是 好多有钱人都跑 不是好多 十年前 二十年前 其实是十年前 出去加拿大的人最多 有钱人 比如赖场 那不说了 这个花春莹 不是说错了 就那女的 是不是戴手铐这玩意 脚料 因为也在呢 人家在加拿大有房子 人家养老好着呢 要不然那帮富人 咱们得问呢 这个加拿大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为什么这帮有钱人 怎么都去啊 任正风的女儿也过 都过去啊 都去加拿大呀 咱们那么的革命的 有一万岁的战友 他妈的朝鲜 为什么你都不去朝鲜呀 问呢 对不对 所以加拿大真的挺好 完了 我是明天 明天就发 发加拿大片 完了很多人说 有这么一问题 说东哥呀 看你节目的 其实有很多人想移民的 十分之六 是他妈的熊逼 屌丝 没钱 他就这么说的 我们怎么过去 我说兄弟 我不推荐你黑在那 我不推荐你偷偷 这我都不推荐 因为有二十 东哥慢慢要介绍 二十个国家的移民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 可以去挑 你这几期看的是美国 马上就加拿大 加拿大完了之后 马上就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完了之后 就西西兰 西西兰完了之后 马上咱就跳到欧洲 欧洲七八个国家呢 欧洲完了八大 我就回到亚洲 亚洲也好多国家呢 其实有些时候 你身边的 你身边的国家 你都能走 而且活的都不错 比如说韩国 日本什么的 日本不是移民国家 但是你一样可以拿 也可以长久的居留证 都可以 这个东哥现在能吹牛逼的 不是吹牛逼 东哥能以以为好的 就是现在真的 我是全世界的朋友多 很多人骂我 徐晓东你是个屁啊 但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是 我全世界都有朋友 因为徐晓东真 我连屎都是真的 你们能跟我比吗 行了 大家你们知道 他妈播了两回 全给我 就是 断开连接 这不是有人捣乱 不是不是 这他妈是北京的网 我没法弄 我现在可以翻墙 可以看油管 去的都可以看 但是不能直播 因为直播流量 它需要大量的流量 哗哗的 你们很多朋友们 谢谢 给我好多 VPN这儿那儿的 可以下 我告诉你们呀 就是 甚至微平下到这儿之后 这个流量哗哗 你都能看东西 但是你是直播不了的 因为直播要流量特别大 完了 这我再等吧 这个一两个礼拜 也就这么着凑合了 完了之后 等到月底或下周的 所以 这个看完广告 当然了 如果有广告的话 他要给我黄标 我也没辙 完了 或者呢 就是大家可以扫码 扫码 其实这个是最直接的 徐晓东就能收到的 微信呀 支付宝什么的 再一次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还有人Paper给我的支持 谢谢谢谢 Paper呢 就是我在这个视频底下 有大的注解 大家可以Paper Paper是最安全的 对 还有什么说的 就其实还有很多说不说了 不说了 我得把这移民片做完 完了之后 我的会员们 我刚做了一个腿法的教学 对吧 完了之后 这周 或者下周初这周末的 我要做一个刀的 刀的挺有意思的 完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这个会员 入我这会员 看一些 外头看不见的东西的 对 完了有人说 东哥我加你会员 加不进去啊 这个也不赖我 这个他妈的油管 本身原因 有的国家地区能加 有的就不好加 大家就试试就行了 夺刀那个呢 我再说一遍 我从来不提倡夺夺刀 我提倡的就是 见刀就跑 我再说一遍啊 东哥从来不提倡夺刀 东哥提倡 见刀就跑 但是当你被人摁在屋里 你的爹妈孩子都在你身后 你不能跑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今天的直播到这里 逼民万岁 谢谢大家 北京我可以看 但是没法直播了 只能录播 拜拜 拜拜